身體感受到的腎 健質性腎炎比較少聽的腎病 首先要知道腎的結構 腎的結構是有腎小球 連接著腎小管 每個人就有兩個腎 每個腎有100萬個腎小球 腎單位 腎小球連接腎小管 就是一個完整腎單位 如果肾小球没有问题,但肾小管都发炎或有病变 其实都会影响肾功能 大部分病人都没有病症,只知道肾功能差了 只有10%病人就会有齐我们所谓典型性的三样病症 第一是发烧,第二是皮肤上有红疹 第三是血或者小便有一些很特别的白血球,叫做肾酸性白血球 大部分甘质性肾炎都是由于药物引起的 例如有什么药有机会引起这些病? 包括一些抗生素,例如潘尼西林类 另外有些非类固醇的止痛药 再者有一些特效的胃药,例如质止泵抑制剂 除了药物之外,也有些系统性的病 例如红斑挪瘡,有时都会影响肾炎的病 如果一个病人发觉肾功能差了有问题 首先要排除水分不够,或者两条肾血管收窄 又或者血压太低,也伴随了一些用药的病历 例如我刚才提到的药物,这可能是成立的 也要做一些小便的检查,例如排除没有蛋白尿 以及二抹血和小便有肢酸性白血球 再看看有没有发烧,皮肤有红疹等等 因为大部份病人因为是药物引起 只要我们找到药物,然后停止药物 三至五日之内,肾功能都应该会好转 如果它没有好转的情况,又或者好转的乘数不足够 那我们应该再做进一步检查 做一个腎组织检查,看看间质里面有没有肢酸性白血球 如果真的存在,也没有其他系统性的疾病 例如红斑狼疮,或者其他免疫系统病 那就可以考虑用一个类固醇去处理医治病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